8月10日由中国居立影视公司出品 亚洲著名制片人崔宝朱坚智 香港著名动作导演程晓东指导的魔幻剧制《白蛇传说》 在北京举行了官网启动仪式 居立影视总裁杨子与导演程晓东 邪主演林峰黄胜一等人精彩亮相 此次启动了白蛇传说官方网站 除了制作精良华丽魔幻色彩浓厚 还分别设立了人间妖际两个入口 并特意为妖界设计了一种让人无法看懂的妖闻 显得魔幻味十足 香港当红小生林峰与黄胜一 在《白蛇传说》中分别饰演许仙和白娘子 两人在片中有不少激情吻戏 林峰表示吻黄胜一时最担心自己的耳朵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一样东西 因为我耳朵很容易红的 对因为我试过以前就拍的 也是一些可能就是没有合作过的对手 那我试过是要拿冰把耳朵给 再把它变敷一下 对那应该拍的的时候应该还好 这次敷了吗 这次不知道 可能反正我们很多后期制作的嘛 可以把它漂白的 看上去淡男二次的林峰 没想到有这么害羞的一面 可能是导演帮他克服这一点吧 让刚进剧组的林峰与黄胜一 连拍了两天吻戏 以至于林峰扭到了脖子 本身我自己 因为有钱都救换了 不要找借口 还好啦还好 就是可能因为真的 我觉得其实蛮好玩 因为每一次 其实通常拍一些可能新的搭档呢 不知道为什么导演总是安排 可能第一一两天就已经一来 就是最激情的戏 对就可能希望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两个人可能更加快的去磨合 或者是快一点 大家可能熟一点 而且会多一点的一些默契吧 那我觉得很好 很庆幸有圣一这位很好的对手 虽然是拍完脖子扭了 但是出来的大家一定不会觉得 没觉得我扭 黄胜一与杨子一直绯闻不断 面对媒体 两人也是一直在极力澄清 而当天同台亮相的两人 不可避免的又成为了媒体追问的对象 不知是否因为舆论压力过大 黄胜一目前已令组公司 并表示自己尽量避免与杨子同台 不想再招惹没必要的麻烦 其实我自己不是特别会计较和关注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有团队的人 他们会宣传 他们会去关心包括家里的人 会老是打电话来给我 这是给我很多压力 我自己自认为是一个心理素质还蛮好的人 但是说的多了 你说一点都没有影响你的情绪 一点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觉得既然现在可能都每个人 都有更加重要的和发展的方向 如果可能避免的话 那不需要的 不会给大家造成更多负担的 那是不是可以就减少一点 与黄胜一面对绯闻 置之不理的态度不同 杨子面对他与黄胜一的绯闻 表现得非常激动 并毫不留情地抨击某媒体 现场大爆诉后 大骂某些记者缺心眼 那不是 就是你像比如说咱们那个最佳现场都看了吧 他妈的你像 对吧 你看他们都乐了 对你没来那天是吧 那天很逗 你像 就这个这个当时那个有一个媒体嘛 就说说那个刘同嘛 也主持人 我们都是 他说他说杨子你认为 是不是一个经纪人要带着爱去合乎艺人 我说是 他你爱你的艺人吗 爱他你爱黄胜一吗 我肯定说爱爱 结果然后这一爬过去了 半个小时之后 然后他的老师写 霍玄老师 他的北电班主任 说黄胜一 你当年以什么什么 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试北电 你一直在坚持做自己 看到了你的努力 等等等等 黄胜一感动的哭了 他们结果 就出了一篇报道 说杨子 当众表白 黄胜一现场落泪 这他们纯属缺心眼吧 他不是缺心眼 是傻逼记者这是 这个人是傻逼记者 我看你 我看你 那我看你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